我国将加强电网基础设施 确保电网能够善用分布式能源所供应的电力 政府也将鼓励更多大型商业用户 根据电网需求调整用电量 在用电巅峰时期减少用电 能源局也将扩大需求响应计划 以涵盖电池储能系统和电动车充电系统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 为新加坡国际能源州主持开幕时宣布 能源管理局将同新加坡能源集团合作 制定未来电网能力路线图 预计今年底出炉的路线图 将通过研究与开发和试验项目 以及部署等方面的努力探讨维持电网稳定性的方案 确保我国电网容量能够及时响应市场需求 接纳混合式的电力来源 同时为了更好地应对电力市场的供需变化 能源局也将扩大需求响应计划 以涵盖电池储能系统和电动车充电系统 这项计划在去年到今年中 为本地电力批发市场的买家 节省了超过7亿元的费用 在扩大计划下 企业如果在电力需求高的时候 不通过电网而是通过电池储能系统发电 将可获得奖励 当局也已同康复德高签署合作备忘录 康复德高的近1000个电动车充电桩将参与计划 探讨如何调整充电量以平衡电网的供需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